中国商务部或者是中国大陆现在呢也不让着美国了 甚至我都不让着你美国了 更何况你美国叫的小弟过来敢对我施压 首先第一个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彭博社引述一个知情人士说 中国大陆已经让日本提出警告了 如果你进一步的限制我们提供包括芯片设备相关服务的话呢 我们也会对等的进行经济的制裁和报复 丰田就很担心了说 会不会切断我汽车一些重要的矿物呢 同时我们来看到阿斯麦尔跟这个韩国现在是不是变聪明了 阿斯麦尔直接反水了呀 他的这个现在包括荷兰首相也表明了 他说阿斯麦尔的经济利益是极其重要的 伊斯前台次就说美国你对我的施压可能不太起作用了 还有韩国现在图中看到这个韩国是他的贸易次长啊 他有提出就是说你要我们遵守你的要求 但是你是不是要给我们某种胡萝卜啊 就胡萝卜就是甜头的意思嘛 这才有利于你在我们国家推动你的一个政策啊 以上的信息我想带给亮哥帮我们分析一下 如何看待日本现在很紧张 怕中国制裁他 但是阿斯麦尔荷兰跟韩国都做出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表率 我觉得现在全面跟进美国科技战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了啦 那你刚刚讲到日本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啦 就是多多少少都在做修正啊 比如说韩国韩国他很现实的就是你三星跟LG都在中国啊 那是 所以你能怎样呢 你难道你难道不怕人家来对付你三星跟这西安的三星 那LG在无锡嘛 对不对 那部位都非常的大 我的了解都是几百亿美元以上 那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事情嘛 那你的低润人家要不要买 因为低润中国又不是不能做 因为这个牵涉的不是说你的技术等级高 我还不要跟你买 或者你不卖我 而是中国的成熟制程已经全面起来了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买 变成这样的问题啊 比如说中国的成熟制程的晶片 现在大概已经做了全世界大概将近40%哦 那你三星的晶片跟LG的晶片 在中国并不是没有竞争者啊 所以你如果对我太过分 那中国政府可能就叫大家去买国产品啊 已经在买国产品啊 所以这里是有筹码的啦 所以三星跟LG也不敢对中国的厂商太过分啊 就是这样嘛 那中国政府就好吧 也把你当作是中国制造 因为它的工厂在中国啊 西安跟无锡嘛 所以也把你列入中国制造的总量里面 那比如说还有英特尔啊 英特尔也在中国啊 英特尔太差了现在 他都要拆分他的晶片设计跟制造了 我知道嘛 就是说他大概已经渐渐知道 他不容易竞争啊 对 因为中国大陆未来 我讲白了啦 这个成熟制程的晶片 未来可能也要进入一个内卷的过程啊 那也会开始杀价啦 那所以所以我说这个是一方面 那阿斯迈尔是更严重 因为去年跟前年 甚至包括今年的上半年 中国大陆都是不断的超前准备 爆买阿斯迈尔的制程啊 设备嘛 对 所以他的订单大量集中在中国 他本来是25%啊 结果去年高涨到40% 所以你怎么可能 坦白说啦 这个我觉得他自己的心知肚明啊 就是DUV这种东西啊 中国大陆已经快要做出来了啦 所以要当然要趁这几年 赶快出清剩余价值嘛 然后接下来再来搞EUV啊 不是吗 是 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大概只有日本啊 还没绕过来啦 那日本也有制程设备啊 就是东京威力啊 那这家公司 大概跟美国的应用材料 这都是有名的制程设备公司啦 那日本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比如说化学原料等等啊 那我觉得北京大概就是在威胁日本嘛 因为日本的汽车有一些重要的原物料是在中国买的 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啦 比如说中国大陆现在要对污 T要限制出口 那污跟T汽车就会用到啊 那中国大陆污矿啊 还有相关的污缸啊 他大概总产量占全世界的70% 一家独大 你坐汽车你不可能不用到污啦 不可能啊 所以这里吧 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已经想通了啦 这些没什么好讲的啦 就是用恐怖平衡 然后来做交易啦 事实上最近美国也有人观察到了 就他的军购 他的军工生产的速度不是变慢嘛 对不对 那有人就说 很可能是中国很多东西都不卖美国了 做不出来了 美国的战机都 就是他要去调 比如说加根者啊 还有一些稀土的东西啦 那这个是有人这样解释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证实啦 没有办法证实的就是事实 这个美国在台湾的军兽 还有乌克兰的军兽都在拖欠嘛 所以就是他的生产的进度变慢了 那我以前也跟你讲过那个炮弹 炮弹需要用到新疆的 某些特殊的棉花嘛 对 那你制裁新疆你现在也卡住啦 就你那个 你那个炮弹必要用到的什么消化棉啊 短熔棉啊 你就卡到了嘛 就这样啊 所以这个市场为什么就是担心啊 就是中国一旦做到了之后 市场就会进入内卷 价格就打下来了 你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力了 你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力了